现在看到的是科莫娃的高低杠 他也是一个拥有6.5难度的选手 低杠内并掏后跃180至高杠 并掏180 接并腿叶格尔 并掏 并掏360 接分腿叶格尔 再接帕克空翻非常漂亮 登钢弧形回到高杠上 后团两周360度下 所以说这次的比赛应该说 奖牌的争夺或者说金银牌的争夺 只可能在科莫娃和谭思欣当中产生 比了两项 他们都拥有着非常高的难度 而且这个难度要把其他选手远远的抛在身后 这次比赛 青澳会的女子体操项目比赛 选手的年龄都是在 95年1月1号到95年1月12月31号期间出生的选手 所以他们年龄都是在十四五岁 哥莫娃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没有弱项 他现在还小 参加青少年的比赛 等再过一年 他转向成年组比赛 这位选手的实力不容小觑 难度分6.5 完成分8.95 得到了15.450分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